渔网绝对是荒野求生中性价比最高的装备 只需要放到水里等上一段时间 运气好点 一周的食物就到手了 感觉我上我也行 荒野独居不到一周的时间 已经有两人退出了比赛 乌拉是本届仅剩的个人选手 虽然两人能够分摊工作 但是需要的食物更多 所以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一进入副本就挑选服务制造成拐棍 在野外最怕就是摔伤 她不向其他人皮操肉厚 还把鞋带重新绑紧 看来是这个稳健型选手 背包差不多有30多斤重 接下来还得背着走很长一段路 想想都觉得累 看看闺蜜组的表现怎么样 安娜和艾斯第一次来到野外 高兴的不行 平时两人也只是到外面露营过 虽然经验不洒低 但是心态特别好 能不能拿奖金并不重要 他们就是想来享受大自然 所以两人也不急着赶路 反而在那欣赏风景 直接开始躺平 他们发现附近有不少僵果 开局就能吃到东西 果然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 唯一的麻烦就是地图看着头痛 只能凭感觉走过去 路上还看到蘑菇 艾斯还想着弄成蘑菇浆果汤 听着都觉试到黑暗料理 最后一组选手是对妇女 瑞克和拉克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打算在这搭建个临时庇护所 只需要将防水布摊开立起来 再加上石头压住就行了 瑞克还用石块弄成炉子 这样火堆会变得更暖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生活环节上出现问题 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效果 女儿在背后不断问火好了没 这让瑞克更加烦躁 女儿实在看不下去了 亲自动手生火 咔嚓一下就看到有火星点着 飞了老大劲才勉强维持住火焰 闺蜜组就不一样了 两人快速搭号临时庇护所 随便咔嚓一下就把火生好了 这要是瑞克知道 肯定羡慕的不行 乌拉的临时庇护所也超级简单 感觉直接盖在身上会更加省事 按照这样下去 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了 野外能吃的食物并不多 乌拉找到一些江国主来吃 这要是能混合点肉就更好了 闺蜜组也只能弄来热水喝 接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走 妇女组倒是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 拉克更是在镜头前唱起了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过来度假的 这边上坡的路并不好走 有不少碎势块 瑞克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上 这可把拉克吓坏了 幸好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稍微擦伤了点 简单收拾过后 继续赶路离开这里 他们看到不远处有路群出现 可惜这里距离目的地还很远 只能看着他们离开 前面是一条小溪 地上的石头非常湿滑 拉克担心父亲又发生一败 瑞克刚想说没问题时 又摔了下去 幸好水流并不湍急 有惊无嫌两人成功来到对岸 走了那么久也累了 两人找了个地方搭建庇护所 肚子早就已经饿得咕咕叫 幸好他们带了张大鱼网 瑞克强忍着寒冷进入倒水里 只要不是太倒霉 明天就能吃上烤鱼了 乌拉还在那里研究地图怎么走 差不多还要走三四天 光靠吃浆果还是有点勉强 脚也被鞋子磨得不行 只能弄点东西缓解下 沿着河流走过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来到空旷的地方 搭建住所休息 闺蜜组还在营地里欢声笑语 甚至还有心情给自己编织头发 闲着无聊时也有研究地图 不过按照他们的行走的速度 怕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行 他们也不着急 反正走了也就停下来休息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四天 拉克天一亮就去检查鱼网的情况 瑞克隔着老远就听到女儿的欢呼 果然下一秒就看到鱼网里的鱼 一次就收获到三条大鱼 这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将鱼简单处理干净后 就放到火上烤一烤 这鱼可把烧烤摊上的香多了 要是每天都能抓鱼吃 瑞克觉得以后可以在这里定居了 拉克只能笑笑不说话 接下来还有很长一段路 不知道他们会碰到什么呢 挪威的野外有多了 这两个女人只能通过不断运动 让身体稍微暖和一点 幸好周围就他俩 不然路过老下人了 乌拉这几天除了吃浆果外 还会采摘点树叶吃 他很好奇其他选手能找到什么吃 目前还有五组选手在场上 斯坦恩夫妻已经好几天没吃过像样的食物 两人肉眼可见的憔悴了很多 加上非常想念家里的孩子 两人的情绪并不是很好 目前还是个临时庇护所 要赶在冬季前弄个好点的 不然夜晚肯定会冷得不行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弄到食物吃 斯坦恩带着妻子到岸边钓鱼 要是能钓到一条 就能待得更久一点 虽然钓鱼工具比较简陋 但是斯坦恩还是挺有信心的 然而这里的浪有点大 无论他将鱼钩甩得多远 都会推回岸边 也没有再看到什么鱼 尝试了好几次后 心情变得更糟糕了 斯坦恩觉得 没必要为了奖金折磨自己 两人简单商量后 就立刻呼叫节目组过来 工作人员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又一组选手退出比赛 还想劝他们再坚持一会 斯坦恩夫妻东西都收拾好了 现在只想早点回家吃顿好的 按照这速度 不知道这件能不能熬够一个月了 瑞克妇女找了个新的地方重新安家 煮了一锅热水擦身 我就好奇他们先磨脚再弄脸 闻起来不会觉得有点怪吗 找来不少石头固定住防水布 还搭建了一个晾一架晒衣服 父亲能吃的东西并不多 只能收集一些草回去吃 这样勉强能够填饱肚子 等闲下来时 瑞克还会帮女儿揉脚 甚至还会一起锻炼身体 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勤劲 接下来选手们将要搭建真正的庇护所 不知道这群荒野小白表现如何呢